大家好,繼續收看直播環節 我會和大家跟進其中資電信庫方面的表現 先介紹我們的嘉賓 就是我們的視頻總監郭先生在旁邊和大家聊天 郭Sir,早安 早安 不如看看中移動方面的情況 細頭來說,昨天就一枝的陰燭下來了 今天就有輕微反彈 回到96.3.5的水平 暫時就升超過1% 不過當然大家對中資電信股來說 就比較心悟一點 我想都是iPhone 6的事件 因為這一年來說 好像沒有網會見到iPhone 6 先問情況是怎樣 我會不會對他們的盈利貢獻或上限量 不多不少都有多大的影響呢 你說完全沒有影響呢 是假的 通常一個新型號的手機登場 如果有賣點的話 市場是會持續追捧的 你追捧一個新型號的手機 你當然會上網 以往二支手機來說 其實對電信股來說 沒有太大的驚喜 因為月費持續還是低企 變成在現金流方面 沒有一個特別增長的形態 所以市場對電信股的看法 一直都比較保守 例如過去中移動的股價 七十幾、八十幾、六十幾元的時間 市盈率介乎十倍到十一倍 息率有四厘多 是相當吸引的 但是你是公用股 沒有刺激的 沒有一個效益出到來 你變成跟其他豪賭股 或者科網股來比的話 根本上就不能夠相提並論 所以股價仍然還是低 後期4G的網絡設備覆蓋率 全部是測試成功 剩下的就搶手機 iPhone 6一說有機會登場 已經成為一個效益 因為大家搶購完之後 當然是用到制息 4G的月費老老實實 斷估不會像2G一樣收六十幾元 因為有很多數據和服務的提升 他會收你的月費是百多二百元 即是說手機的免費 是會刺激到月費同步上升 這個拉下去也刺激到 中移動股價的急升 事實上好像早前來說 七十幾、八十幾、九十幾 最高到1802.2 就是因為炒相關這方面的優勢 當然不知是否手機真的有這麼大的效益 其實手機可以說是一個若隱 換句話 你本身已經有一個優勢在這裡 配合手機的面勢 就促成了市場的焦點 會重序或重新擺放進一眾的電訊股份身上 如果手機不能夠短期或不能夠在預定時間面勢 大家的那種著弱或追捧的心態 一定會受影響 預額股價也升得比較多 否則大市也處於一個中期調整之中 所以股價順勢作一個技術上的回落 其實也是很正常 試看看 一年的低位63.65我不要說 我就當你若是七十幾到八十元 去到一百零二元 這裡已經升了二十幾個巴仙 急升二十幾個巴仙的大南走 調整三分之一是很正常的 近日跌到94.7 正正是技術上的調整 事實上它與大市是同步的 恆生指數升了三千六百八十二點 調整一千二百四十四點 約莫是三分之一 多一點 他喜歡股價升了二十幾元 調整大概是七到八元左右 也是三分之一 其實是相約的 不過最終來說 如果沒有一個新型號的手機面勢 那麼市場的炒作情緒 一定會稍為被冷卻 當然4G的平台已經放在這裡 這是可以隨時來應用的 在一個中期來說 始終是有正面的效益 即是你用預知的手機 你的服務費是六十幾元 那就搞定了 你用到4G的話 老老實實 你不雙倍怎可以 所以在未來的時間 但我覺得手機的面勢或手機的推售 是會促成了4G上客的量 是大了的 如果沒有的話 唯有等 但它的基本條件仍然是好的 即是說4G的平台已經放在這裡 只是時間的問題 有沒有足夠的耐性 去持有中移動相關的股份 作一個中線的部署 就看自己 好像70多80元買中移動的那些 一直都沒有錢賺的 我可以這樣說 87、88元買中移動的那些 全部都要輸錢的 因為股價一直跌 最低跌到63元 但90元樓上買中移動的那些 大部份是賺錢的 因為買完那一刻都見不到90元樓下 一直向上升 所以股份有時候不是買便宜買貴的問題 是買個勢頭買得對不對 很多人就說 買低的不如趁勢 有時候也未必是錯的 不過對一些可以持有股份 作一個中長線投資的投資者 最好先做基本功夫 即是看看股份的基本因素面 到底是怎樣 這叫我們做功課 一定要做 選了基本因素好的股份 再看看技術上的表現 到底現在是處於周期性的低迷 整固 還是一個上升之中 如果是上升當中 累積的升幅有多大 如果走得多的話 就要慎逢回吐 如果在初升階段 其實風險很小 只要用一個策略 就是分階段慢慢賣 如果你說80多元買 買到83元82元 終於捱不住70多元走 策略上是對的 但是自己的持衝能力是不夠 真的沒有辦法 OK 阿Sir 再問你一點點 關於中移動方面的情況 因為之前8月中那時 根據一些內地傳媒 引述蘋果人士說 iPhone 6 其實在中國的入網許可證 都跟公信報道談到七七八八 所以這個消息一出 那時股價炒到火紅火綠 但是現在又沒有了 落空了 會不會變相 本身在中移動 一些高端一點的客戶 可能他們的Abu比較高 現在就落空了沒有iPhone 6 那邊商會影響到他們的Abu 接下來的表現 會的 其實二支手機的Abu 是64元 63元 62元 我願意給200元 300元的月費 但是要給我一個漂亮的手機 我用你的制式是4支 但是如果你說 未有手機出的 我就先用二支 始終月費一定是小心 話音也是比較普通 就是說沒有影響是假的 但是剛才我提到 你本身的基本條件 一定要做足 就是你4支的鋪排 網絡覆蓋率 一定要完善 這個中移動過去兩年 已經投放接近4千億的資金 好了 基本工做完了 問題就是 我怎樣用你的制式 你也有手機配合才行 你一定要有4支手機 如果你有新型號的手機 而且能夠用到你的制式 我不介意二支升級到4支 我給多些月費都沒有問題 相反來說 如果你說真的沒有新型號的手機 那當然是沒有辦法 我拿著活2支的手機 難道我走去 上4支 我上不到 唯有等 即是說 投資者現在這分鐘 太過急進都不行 好 我都投意在中移動方面 就給他下一刻 前人來說98.71跌 跌到94.95 就是昨天跌市的沿空 拖低行指大約67點左右 今天來說有反彈 我們跟大家跟進一些表現 中移動 口中移動 升1.5%上來 升過4部96.35 聯通方面升2支部13.1 中電訊升1支部4.84 謝謝郭Sir 在這方面的詳盡解說 我們節目時間差不多 最後都和你做回申報 我們之前上一節說到的豪賭股 以及今次的中資電訊股 有沒有說哪隻拿著 沒有的 不過我持有浪人股 浪人股 謝謝郭Sir 我們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解答大家的股票問題 不要走開 我們電話熱線204-6566 或者可以給電郵我們 地址是ask-bschannel.com 待會再談